大數據 我們來看什麼叫大數據 大數據指的是不但要大量 而且它是快速的 湧入 它像一個資料有一直湧入的數據 它是多元的 比如說什麼是大數據 全台灣的7-11它就是大數據 因為不斷有交易資料對不對 不斷有進貨出貨不斷有補貨有沒有 而且一萬家 每一家都在進貨出貨補貨 還有呢它是快速變化而且多元的 怎麼多元 有顧客的資料有購買資料有進出貨資料 有各種資料對不對 它是很多元的它是真實的 有價值的分析 因為你透過大圈圈可以分析得很好 Google地圖是一個大數據 因為全台灣 全世界都在用Google地圖 它雖然都在記錄什麼 哪一個人從A點到B點在什麼時段 花多少時間樣 還有包括很多路況它都紀錄 多元快速還有大量 所以Google地圖 如果你要Google地圖導航 它比誰都準 所以它可以去分析過去這段時間 這個時段平均大概A點到B點 人家不知道多少時間 所以它非常準確 它可以做很多預算跟決策 在部分發音呢 翻譯得非常厲害 非常準 中央一半鐘 日翻什麼日 日翻英 英翻日 懂嗎?為什麼? 因為它是集合全世界的群體智慧 它在全世界往上到處搜尋 然後看人家是怎麼翻什麼 它就不斷地在更新 而且它可以允許你在上面幫忙 在它做一些修改 它等於是用全世界人智慧來幫你發音 它當然越來越準確啊 賣場的管理 剛講的這邊那個大賣場的管理 股市分析 教育指標 你應該是看全世界的 大概教育都在談些什麼 市場分析 消費趨勢 選情分析 互聯網也是 我們開始很多穿淡式裝置 包括我們未來 我們IPV60你們知道嗎 以前我們的網址只有四位數 現在已經有六位數 你知道Google兩位數差多少嗎? Google兩位數 全世界每一根 每一粒沙子都可以一個網址 就是我們周遭生活的每一個東西 我們都可以給它一個IP 這樣有什麼好處 如果它有裝了一些網路設備 跟通訊設備 它就可以跟電腦連線 所以將來我們的電腦可以控制 包括手機控制全部的家電 或全部的動作 大數據的下一步就是人工智慧 當然已經收集到很多數據 你已經有能力處理很多數據 你的記憶量已經到達一個水準 你的計算速度已經到達一個水準之後 就會發生這件事 2029年他說 能夠理解人 理解愛 聽得懂笑話機器人就會慢慢出來了 可是到2045年呢 人類像進入技術起點 就是說 人真的可以跟電腦連線了 到2045年 因為它的容量跟速度夠快 你可以把人裡面所有的東西 數位化到電腦裡面去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老壞掉的話 它可以幫你再放你回來 那這個構想其實早就有了 但是因為我們的電腦科技 還沒到那個水準 你想想看 如果再到2045年 你現在還有多少年 還有20幾年對不對 你知道2045年 我們電腦容量 可以多大數據 可以多快嗎? 所以呢 一個電 卡通廟工殼機動部 對應 它在1989年就出來了 2017年最近有一個三人版 真的那個構想真的很驚人 但是未來人後面都會有一個USB介面 可以接到電腦去 然後你就可以進到電腦世界 你也可以把電腦複製過來 那當然最恐怖的就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複製他的思想 如果有一天你這個車貨腦撞壞了 他可以重新再 你再買一個機械腦回來 然後再把它複製回來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未來的人類 很多人都是半機械半人 他認為未來都差很對稱 因為這樣比較好換連接嘛 對 那些比較好存資料 然後呢 美博呢就是看了這個卡通之後 在Bear Journal有一個派客任務 這個電腦真的是非常驚少 但是他真的也很真實 他是把人跟電腦成這樣來接耳 來做這個東西 我們做了一個私信號的遊戲 我們把學生分成不同學習功課 這是循序行有的學生有的介面 他都要人家引導他一步一步往下玩 中文學學生他喜歡比較要實的學習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個知識幣 我不是職業 在家裡 我不是職業 的太多大了 就知道不可能